其实我们不管做哪一份工作 都有可能被科技淘汰 或者被新的营运模式淘汰 那如果我们抱着这种心态说 我有可能会被淘汰的话 那我的警觉性就会提高 那我就很快地说 那可能我要学一些新的技术 就算我现有的工作 现今的工作 还是挺稳的 不过我要为与筹谋 要为明天而做考虑 智慧和技能方面 我们的新一代不输于人 它是差在于他们觉得 当他们要夸下一步的时候 他们十分小心地去考虑 要在一种所谓的 死拿久稳的情况下 他才会大出那一步 所以有人就说开玩笑说 这其实是我们的成功的包袱 因为新加坡越成功 我们这里的就业机会越好的话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是 我们的下一代敢不敢跨出新加坡那一步 我们的企业敢不敢跨出新加坡 因为如果我们越成功的话 有时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说 我们在这本地的市场就足够了 我们的誓言就放在本地 其实我们不应该有这种所谓的导国的心态 其实那天就挺好笑的 我到了一个会议跟他们安勇还有其他的会计师开了一个研讨会 大概有三百多个人 我就问了一道问题 我说你们觉得你们是会计系的专才吗 在五年后新加坡会有更多的会计师呢 还是更少的会计师呢 一半的人说五年后会有更少的会计师 因为很多东西可能在网上有其他的竞争者 或者是零不用人力来说 那有另外一半就说 不会 在五年后会有更多的会计师 如果你是做那种比较基本的会计服务的话 那真的明天可能就会被淘汰 因为可能电脑会淘汰你的工作 或者是通过网际网络 第三国家会来跟你争饭碗 那种服务可能会被淘汰 如果你是在那种比较高增值的 如果你不只做会计 你在网际网络保安方面 做其他的增值服务的话 其实你的工作 你的机遇是更多更大 所以其实他们两边都对 当天他问那个问题的时候 我是举手说 未来肯定有更多的会计师 但是不同的更多的会计师 不同样的会计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